结束这两天最活跃的熊熊 大家绝对想不到 答案揪晓是大美英 对于新增加的滑滑梯 英姐表示还不错 小英先仔细检查了一下 新增加的滑滑梯 注意看这个叫小英的熊熊 颜值又变更够了 检查结束后 小英开始蹭木架 应该是很开心了 滑梯下面还有木屑 小英也自溜下去打滚满手 另一边的吊床 也同样被小英玩了个遍 没水的洗澡时 小英都来了个无食物滑水 又爬上树 仿佛在望隔壁妹妹小桃子的情况 早晨凉爽时分 桃帮在奶爸的呼范下 漫步而来 吃了最心爱的竹笋 当小桃子吃竹子时 发现他的头上背上都染了紫色之水 当时就在想桃包是不是又和乌冬鸟结梁子了 果不其然 小桃子在木架上时就有乌冬鸟跃跃欲试想来挑戏 但现在的小桃子颇为淡定不受影响 那就弹奏一首千里之外送给乌冬鸟 小小乌冬不足为俱 小桃子已经是next level 福顺大帅哥出来的有些晚 他的谨慎走路方式和霸臂熊美兰一模一样 出来后福顺如同往常一样 上述看看隔壁表姨 英邦在干啥勒 英俊的脸上挂着永珊的微笑 顺哥这两天主打养生打忘结束 吃完笋笋后就去泡澡澡咯 精亮在小卖部那里守候了一会儿 再过来看他已经在架子上睡得四仰八叉 美伦状态也挺好的 吃了竹笋又到架子上去休息了 美伦的嘴筒子真的好短哦 短短萌萌的样子